醒目一响啊 咱们就书归正文 前三天啊 咱们这书不麻烦 清军呢 在帕米尔高原连着打了三天的仗 当然这仗不是连着打 咱这书可是连着说的 这就是啊 这乾隆年平丁大小合卓 著名的冲领三战 清朝人呢 也有管这三场战争啊 叫做冲领三节的 第一战呢 就是这个明锐率领的两千兵 当然最后参加战斗的 就是九百骑兵 打的这场仗啊 叫做哈拉库勒之战 紧接着呢 都是负责指挥的 哎 下边是阿尔楚尔之战 接下来啊 这地名就不好记了 这可是清军和大小合卓 打的最后一次大规模的战役 它的名字就叫做 伊西尔库尔闹尔之战 什么什么之战呢 这些前缀全是地名 您记不记得两可 为什么呢 因为这些个战场 现在啊 通通不是中国地 哎 这就涉及到啊 今天咱们要说的内容了 今天咱们这段书啊 写稿的时候就琢磨了 这梁子呢 挺硬 好内容 要聊聊啊 这领土问题 那这些话题 也通常都是大家感兴趣的 可是这篇幅长短呢 我挺犹豫 我也没有准主意 为什么呢 咱们聊着看 聊高兴了呢 咱们就多说两句 要是聊着聊着 我烦了 那您也得见谅 那必定啊 这些个地方原来都是中国地 现在呢 都不属于我国版图之内 那今儿咱们要聊的话题啊 就是这些地儿都在哪儿 为什么好吗 压的本身是中国领土 又变成了他国领土了呢 并且呀 咱们还得说说 现在的西方学说呀 对这块地区曾经发生的这段历史啊 是怎么看的 得来的咱们显眼少叙啊 书归正文 咱们书馆啊 开这个清平大小合卓这段书啊 可开了几个月了 眼看着呢 也就要说完了 咱们都知道 这大小合卓头跑出国之前呀 他们盘踞在喀什嘎尔一二枪 也就是现在的喀什刹车地区 由他们这儿啊 最快的速度出国呀 就是奔西跑 他们最终逃出的方向啊 就是巴德克山王国 大体位置就是现在的阿富汗的巴德克省 有人说呀 他们要是跑最近的路啊 就是瓦罕走廊 也就是今天呀 咱们在内陆从新疆通往阿富汗的唯一通道 其实呢 现在咱们中国呀 和这阿富汗的边界只有92公里多一点 这92公里啊 都在瓦罕走廊的东口 瓦罕走廊啊 全长大概呀 有400多公里 主要呢 是东西向 既然这个边境呢 在这瓦罕走廊的东口 也就是说整个瓦罕走廊 并不在中国境内 而是在阿富汗境内 在这个瓦罕走廊里呀 流经两条大河 一条呢 是阿姆河 一条是喷赤河 要说呀 现在这个瓦罕走廊 它已然不是中国领土 所以说跟咱们呢 关系不大 但是呢 这个瓦罕走廊所设计的很多历史 传说故事和他们中国人呢 是息息相关的 这里边啊 它不光有神话故事啊 它也有相关的野史笔记 神话故事是什么呢 哎 您就比方说西游记吧 那就是这个唐僧师徒四人取经啊 走的就是瓦罕走廊 哎 这是神话故事 那野史笔记呢 那既然这神话故事是啊 那这笔记肯定也是 大唐西游记就是大唐高僧玄藏所著 这玄藏就说呀 他就是通过这个瓦罕走廊啊 到的阿富汗 哎 不知道您知不知道 这个大唐西游记里 对这个巴米扬大佛还有描述 除了这个玄藏法师之外呀 还有高僧法显 也是从这个瓦罕走廊啊 到这个天竺去拜佛求经的 这二位高僧大德呀 哎 那都是属于是中国的名人 那有没有世界级的呢 也有 只不过这真假呀 不好确定 谁呢 就是那个血油气的 意大利骗子马可波罗 有人说你怎么说人家是骗子呢 哎 我跟你说呀 您不能广听别人说 您买一本马可波罗游记 看一看 您呢 肯定和我的想法就差不多了 我想看过这篇游记的中国人呢 认为这马可波罗胡编乱造 压根就没来过中国的 肯定比认为他来过中国的要多 再者呢 您别看他呀 吹得天花乱坠 哎 有两件事是不可饶恕的 其一他吹的是什么呢 是侵略者 是元朝人 即便啊 他再来过中国 真见过这元朝的皇上 作为一个色慕人呢 这元朝的皇上很喜欢他 但是他从来没提过 元朝统治者对汉族人民 以及其他少数民族的压迫 哎 您别乐 您要为汉族人呢 北方汉族还好一点 您就比如说 学徒我呆这地儿吧 大都附近 我们勉强啊 还能被称为是汉人 至于这个淮河以南的汉人 被他们称为什么 您自己上网上摆肚去 那个词啊 我在这儿啊 说出来先寒颤烫嘴 我就不说了 再有一点呢 要不是因为他这篇倒霉的游记 也招不来那么些所谓的西方探险家 来到东方啊 探险考察 那实际上啊 就是文化入侵和经济掠夺 我不敢说 这中华民族后来被西方列强摧残蹂躏呢 和这孙子这部书没关系 当然了 这个有没有关系呢 人者见人 智者见智 换到今天咱们的话题啊 帕米尔高原上这些土地啊 被列强瓜分割出中国 哎 可能跟这部妖书也有关系 那么说 这大小河卓 是不是从这个瓦罕走廊跑的呢 还真不是 这大小河卓呀 他们出逃的路线呀 是从喀什嘎尔一支奔西 我们前两天所说的这三场战争啊 发生的地点 都在这个瓦罕走廊一北 几乎啊 都是现在的塔吉克斯坦境内 咱们再重复一遍 那会儿啊 这之前 这块地方都属于新疆 这之后属于大清 那至于后来的怎么稀里糊涂的这块地儿就变没了呢 咱们一会儿再说 那咱们继续刚才那个话题 这块地方啊 在这冲岭三战以前 曾经属于新疆啊 我们只能从这个古籍啊 以及这个历史文献当中才能查到 不过自这个战役以后属于大清朝 那我们是有文物实证的 富德军们带领的大军打完了冲岭三战的最后一战 也就是伊西尔库尔闹尔之战 我们知道啊 这伊西尔库尔闹尔是一座湖的名字 就在这个湖的东侧就立起了一块碑 什么碑呢 叫济宫碑 清楚的记录了 就在乾隆二十四年的七月 就在这个地方 大清领土的范围之内 清军与大小合着的军队打了一场大战 并且是以清军大获全胜而告捷 这桶石碑啊 它有个大名 大名就叫高宗淳皇帝 圣治平定回部 勒明伊西尔库尔闹尔碑 怎么着 您觉得这名字长是吗 没关系 您记着它小名就行了 它小名叫啊 乾隆济宫碑 那这种济宫碑呢 在这个新疆啊 可不止这一桶 还有一桶碑在哪啊 在昭苏县戈登山上 那块碑的全名叫 平定准盖尔勒明戈登山之碑 那是为了纪念啊 平定北疆的最后一次大战 就是戈登山之战 乾隆皇帝在战场的遗址上 立的这块碑 那有人说不对啊 这个在戈登山之战以后 在北疆不是还打过很多次战役吗 哎 您可别忘了 这戈登山之战啊 是这准盖尔韩国的军队 和大清王朝打的最后一战 也就是在这场战役当中 秦获了准盖尔韩国最后一人大汗 打瓦齐 最后呢 这大清朝廷在北疆和这些蒙古人 所发生了一系列战斗 严格意义上说呀 都算是平叛 哎 向着阿摩尔撒那呀 那都是小角色 小把戏 反复小人逆贼而已 和这个大汗打瓦齐比起来呀 那不值一提 身份上啊 差得过于悬殊 那么说现在这块碑还在那立着呢吗 没有 1892年的时候 就被俄国人砸成了很多块 哎 四处填埋了 后来呢 这光绪政府啊 得知此事之后 派官员到实地去勘察 找到了三块呀 这个激公碑的残件 上边一共留下了83个字 不过清政府啊 还是挺有决心的 又在这个地方啊 重新立起了一块碑 和这个原来的碑也是一模一样 说是一模一样啊 可是据我所知啊 这光绪时候立的碑啊 简单的多 这乾隆年的碑的碑座啊 上面刻的是海水江崖日出东方 它寓意是什么呢 寓意是啊 这大清朝廷对这块地区的统治啊 是青楼海水明四朝日 可是啊 后来我查到的资料 在塔吉克斯坦霍罗格式的博物馆门口啊 放着这块碑座 应该是啊 这个光绪年的碑座 不知道啊 是这个后人在上边添了一笔 还是当初刻碑的人学问就不高 所以啊 这海上升明月的图案 就变成了八卦双鱼图了 那么后来也就是光绪十八年 一八九二年 这清朝官员在此地重立的这块碑 去哪了呢 没过几个月 这俄国人呢 就车拉马拽的把它弄走了 运到了乌兹别克斯坦的首都塔什干的博物馆 这我可就没有一点图片信息了 我能查到的 只不过是一点文字线索 英国的一位探险家 据说呀 还是个伯爵 叫邓默 这个邓默伯爵 在他的书里说呀 他在一八九二年的十一月十一日 在塔什干的博物馆当中啊 还见到过这块碑 不过他所提到的碑文呢 是译文 从格式上听着呀 总不是那么回事 听着呀 就像从野路子上 打听来的小道消息 我给您念一段您听听啊 他说这个碑文所写呀 是在山顶上 有一万多人举手投降 中国士兵从四面八方就杀过来了 如入无人之境 两个首领看到抵抗毫无意义 便携众逃跑 中国军队呢 在后边啊 就像虎狼驱赶野兔狐狸一样 您听听 要不接我说 他这书我写的不贴谱 中国官方立的碑 那是清朝那会儿立的碑 怎么有这么多比喻和形容词呢 还虎狼 还野兔 所以说呢 我觉得这块碑啊 被砸碎了掩埋的可能性 也是比较大的 那有人就说 这俄国人这么喜欢收集谷物吗 那是因为啊 他们要掩盖他们侵略的事实 以及证据 甲午战争开始以后 中国和日本在这个海上啊 打的是不可开交 这大清朝廷啊 没有实力在顾及这个西北边陲 于是对这个所控制的帕米尔高原啊 就放松了警惕 在管理上呢 就诸多不到位 这英俄呢 就趁此机会啊 把这大片的土地瓜分了 就是从瓦罕走廊化为分界 往北就归了沙俄 往南呢 就归了英属印度 这细节呢 很复杂 大体的情况就是啊 这俄国人流氓冲的钱 他们啊 先盗毁 在这一地区的中国文物 把所有的证据 从帕米尔高原上抹掉 然后呢 英国再派出一些 所谓的流氓探险虾 给这些地区背书 说这一地区 压根就没属于过大清朝 至于这英国人的流氓举动啊 咱们一会再说 咱们先说这俄国人 是不是这会儿 就得有好朋友纳闷了 这俄国人也太不自信了吧 这土地都占领了 还一定要破坏 这块土地上的文物吗 这就跟那这大清朝廷的 一个怪批联系上了 自这个甲午战争以后 这大清朝廷在西北 失去了大片的土地 大清朝廷在列强的脅迫之下 没有办法 也只好把大片的河山 割让给了他国 尤其是北方的俄罗斯 按着这俄国人的脾气呀 这新疆昭苏县的全境 都要划给俄罗斯 可是大清朝廷就是不干 别的地方啊 你再花大点都行 这块地方给不了 为什么呢 就因为这乾隆皇帝 平准嘎尔的寄功碑 在这立着呢 就立在戈登山之上 经过多少轮的拉锯 最后还是把这块土地 戈登山留在了 我们华夏的版图之内 这大清朝廷认为 这土地给你啊 是属于现在我们懦弱无能 没办法 让你这疯狗欺负啊 也就欺负了 可是碑是祖宗立的呀 不能把祖宗立的石碑 一块割给你 所以这块地方啊 一定要力薄 所以说您瞧了吗 这俄国人毁坏这块碑啊 他可不是有多么的喜欢 这个中国文物 他完全是要毁灭证据 怕这个大清朝啊 再搂着这块石碑 抱着这块土地不放 在谈判桌上啊 又无端的 起了很多争端 惹了很多麻烦 您看了吗 这就是俄国人的坏 不过呢 这俄国人在坏 这脑容量 他也就在这了 智商在线 可是啊 更坏的人 智商高的来了 什么人呢 英国人 他们更坏 他们要给这个地区啊 写史书 从这个史料上证明 这块地区啊 压根就不是大清朝的 有这么个犹太人 名字叫做内伊伊莱雅斯 他呀 头衔挺多 有什么成就啊 咱们在这啊 就不做过多的赘述了 我个人认为啊 从17世纪到19世纪 所谓的那些西方的汉学家呀 多数都是文化流氓 他说他曾经啊 在那一地区啊 走访过很多当地人 他说那些当地人呢 压根就不知道 清军和大小合着 在这一地区有过 那么大规模的一场战斗 所以说呀 就是大小合着 从这带着400人 跑到了巴德克山韩国 然后清军呢 追到这之后啊 就不敢往前追了 于是就在这儿 立起了一块石碑呀 属于是自己外围一件 吹是牛皮罢了 这种行为啊 就像是村里的恶妇 向人家串门 偷了人家的金戒指 还四处宣扬说呀 这家那么穷 他怎么可能会有金戒指呢 那完全就是一副丑恶的嘴脸 即便啊 是像他说的那样 那也完全能证明 这个地区原来就是 中国和巴德克山韩国的边境 这智商啊和那些偷背杂背的老毛子 也差不了哪去 还有一个自作聪明的英国人呢 叫戈登 在他的作品里 把这场战争上升到了 种族灭绝的高度 他说这个大小合着 看到这个清军来到啊 于是就强迫自己手下的妇孺 也就是老人和孩子们 骑上落的河马 然后再将这些牲畜啊 轰到河中 为的就是不让这些人呢 落到清军的手中 这戈登啊 他说他也走访了当地人 这当地人说 至今为止啊 在这湖边还常常能听到 人和动物的哀嚎之声 极为恐惧啊 咱们讲这几个月的 清平大小合逐之乱 不能白讲 咱们都知道这场战争 发生在乾隆24年的7月 那是什么时候呢 是1759年 那这些孙子 所谓的实地调查呢 都是发生在1891年以后 那么就是说 他们所采访的当地老人 活得挺长 记得挺深呗 这些瞎话 让我们惊人看来啊 稍稍的一分析 别说用大脚豆想了 就是用小脚指想啊 也能想得明白 纯属是无稽之谈 要真像他说的这样 大小合逐 把这些妇孺都赶进了湖里 淹死了 当时啊 给乾隆皇帝的奏报上 绝对要写这些 不但奏报写 这块祭公碑上 也肯定会坎坷出来 为什么呀 这正能反映出 当时的大小合逐 已然是走投无路 穷凶极恶了 剩下的就只有 残害自己的同胞了 还是那句话 即便有一两个将领 敢和乾隆皇帝说瞎话 在这个奏折当中啊 弃满乾隆皇帝 但是我们都知道 自这雍正年开始 这和营上下呀 有密奏知权的人 那可不止一个两个啊 谁又能做到整个大军 有密奏之权的这些人 都能统一口径呢 关于瓦汉走廊附近 冲领三战呢 这些古战场 现在的归属问题 我们没有什么好说的了 文明社会已经走到今天了 我们不再重申 以及强调任何领土问题 现在各国的领土范畴啊 基本上是谁的就是谁的了 即便那块地方 他自古以来就是我们的 哎 他现在不是 那就永远不是了 这和平年代 怎么还会有领土终端呢 除非那些啊 计较干拉说不清楚的 您看现在这边界 好好的画在那 我们呢 也没必要再去强调什么 好在咱们的书馆 讲的是历史故事 说的是历史 抖了抖了 这些事呢 也无非就是让您呢 清楚清楚明白明白 得嘞 关于帕米尔高原上 咱们曾经拥有的这些土地啊 今天咱们就简单的聊到这 明天啊 咱们是继续出击 咱们呢 还真得把这个大小合着带回来 精彩回幕就在明天 咱们明天 接着聊